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它非常正是对于自伦历史 伦络历史 以及欧者关系的这些思考 这就是既思考自伦历史 又思考伦络历史 而且又思考它两个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所描述的人类社会的生活的路人是非常丰富的 从帝王将相到平民 北信 社会生活的重要的方面都在里面 像坑子 这个群秋一万多字 一万八千多字 篇幅非常等 但是从卢尹根元年 根元前722年 到卢埃根14年 根元前481年 易耿242年的政治 军事 文化 社会系数都在里面 重要的东西都称这里面都有反应 它不因为它只有一万八千字 其他的方面就没有 而这个司马迁的史记 从武帝开始到汉武帝三千年了 光泉古今 包罗万象 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路龙 政治 经济 文化 学续 民族 分散 无所不备 龙悟生能以帝王将相为真心 但是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有反应 你的正义耀的文化的创造者 坑子 有 这就是坑子的弟子 那你去谁有个弟子 有反应 然后就是老子 有反应 生涵 有反应 然后这个人民旗帝 这就是陈瑞 反应 而且是用了很重要的篇幅 世家 下层社会 那个下科 陈墓子 这个时代的这些下科讲起 讲得非常非常的多 还有医生 又搞战铺的 又搞经商的 还有创戏的 撒基斯在社会中间 躲博的 这些都有 还有渔夫 利妇 撒基斯生活的路人 是非常辽阔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场 凡是在人类互动中间起一个一定的作用 这人物都被行到历史区中间 相当于社会深厚的一个背后全虚 但是在描述这些路人的时候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非常关心人生 历史 到底它真正的道理是什么 这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不能说中国的历史区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 好像没有一些奇奇怪怪 但是它这里面 它关键的就是要显示出 历史跟我们人有什么样的启示 所以坑制性群秋它的目的就是要阳伞 惩悟 告诫人们在变幻无狼的社会生活中间一定要守刀力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使这个群秋 群秋它就是要使闷子艺术死是嫩成贼子旧 就是当你在社会中间做不成坏事 你做坏事的话在历史中间会远远都危险下去的 实在就是这个很难说 在这个时期 欧北四十六年 什么事情都有 这就是有确实是 城下把皇帝给杀了的 有那个妻子把丈夫给杀了的 有儿子把父亲给杀了的 很难 但是坑子记载历史的时候 他就是让我们去思考 这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事情呢 人生必须要有讲道理 讲道理历史才会有希望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 他的历史学就是表述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核心 实际也是一样的 也是高档占扬那些与智能界物理环境 与社会丑务势力之道正的历史人物 显得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这方面的历史的这种真正的道理 它是有真正的一个很明确的一种论识的 而且中国古代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 他们所提出的价值标准 主要是看他们的国家 对群体 作为了什么样的更现 看他们为人去世 司法符合道理原则 他超去了以成败 容颜行的一个具现 你现在我们看史记 实在是你看史记 看他先项羽 看他先刘邦 刘邦胜能顺利了 但是项羽也有很多的优秀的品格 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他有不可克服的一些具现 他让你有很多的思考 实在是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路容 为了计算这个伦类深厚的一些正确的谨责 古代历史学家还对伦类社会的各个主要的路容 他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就是观察我们讲的实际的 霸虚汉虚的试制 还有这些绝门的点装制度 他们为了要搞清楚这一个各个的路行的事实 是他就是进行一些绝门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他们是下了很大的一些功夫的 而且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没有停留在 伦类社会生活的这种技术 它还比较详尽地记住了 智能界的一些变化 探讨 智能历史和这个伦类的一些关系 坑子的青丘一万八千字你看多宝贵啊 但是智能界的太阳不见了 月亮不见了 地震山崩 新变 水灾 旱灾 轮灾 都有所反应 而且还记得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历史事实 事实头 头人有一天有六只鸟在天上 盗回一个正国了 它都记载了 这次干什么呢 就是想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是 就反映了一个 这个伦类的后登增加 跟这个扎实能增加 有一起联系 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需要探索 二十四部正史增加 有十八部历史书 都有虚活字 但是增加有很多都写了天文 写了历历 还写了五行 写了地理 它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东西 实在就是还有许多典章制作史的捐助 已写了天文地理的变化的情况 它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 这就是关于中国古代人 它有一个天和人之间的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它值得思考 司马前提出了 就天能之计 一点就是这个历史学 一点就是要把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搞清楚 这历史就是我们人类后登的一个显照 如果通过人类生活的这种历史进行反思 天能之计搞得很清楚 那不很好吗 所以先后他们提出一些很好的理论 比如说五代真史说 三场说等很有影响的一些理论 这个五代真史说 战国世纪周延所提出来的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很大的智能观 一个就是八卦 另外一方面就是五行 这个周延他就通过这个积木学户头 他的这个智能界的一种规则进行把握 认为智能界按照五行的规则在运行 而历史的话 他应该按照五行的规则在运行 所以他提出来 一个皇朝取代一个皇朝 主要是因为五行的转移 而这个皇朝他之所以能在这个新的历史时代 他能够担当这个历史争论 他因为得到了这个天道 这个五行所代表的一种天道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墓 他就是这个墓 在如果是一个智能界的一个历史阶段的话 他的整个的施政的原则 就按照木斗的原则去办事 如果是一个火斗 他就按照火斗的原则去办事 在我们的旗帜上 所谓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徽装上面有改变 衣服上有改变 而立法上有改变 然后施政的方针必须要有改变 他这个理论当时因为他带有一种很神秘的因素 所以这个人当时在战阁时期是非常的有地位的一个人 大家知道他到轮回一个国家 当时的句号王都是隐秽先驱 都是我们来背着一把扫把跟他扫地 千万别让我们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把身上搞装了 但是我们的孟子那时候可是没人理的 孟子是到去是要去左右立过 他要去找这个人 他就是要找一个人要听他的理论 但是这一位历史学家当时是跟孟子搭着同时 他非常的有影响 还有三屯说 三屯说起源很早 但是真正把它上上到一种很高的这些理论 主要是邓正书 他观察这个历史的变化提出后背次三屯 这就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一种理论 像这一种理论 确实实实现了天能感应一类非常神秘的观点 在历史学生间 他有很多神秘的东西 一个皇帝去来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大智能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 那个皇帝的这个灰子 他就是一个很纳去来的时候 那整个的智能界都有一些变化 然后这个皇帝如果施政 他如果是一个非常英明的皇帝 我们大智能都会非常高兴的 如果要是施政 他不施政的不符合这个上帝的意愿 智能界就不安定了 就会去现很多的宅艺性的现象 如果一个很大的历史事实发生的时候 它总是会有很多奇怪的路容 你比如说秦始王 就是秦始王 当时要在统一律过这一段时间 彗星是四次去现 有一次彗星在天上有82天 这一场战争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残酷的 在天象上就已经显示了 像这些东西它有很多 但是它也有一些很获利的因素 比如说强调智能历史是伦内历史的基础 伦内面对智能不能无所作为 但是不能胆达妄为 智能历史有它独立的变化的规则 但并不是每一种天文地理现象 都与能的活动有必人的联系 但同时也不应该把智能历史的规则 与伦内历史的规则完全的斗立起来 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有辩证的一种思考 天论之极 在轮道上 在天道上 它都有很多的一种独立的思考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以后就是 以把中国的这些历史学的真正的理论 能进行一种很深刻的一种研究 第二个方面 它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法体系 这套方法体系与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 它是一体的 中国的历史区域 现在我们去看它有一点点的不适应 为什么呢 你打开这本历史书 你不得起所以的 你打开一本书 发现者先本纪 后面就是例卷 表 修 或者是字 实际上就是体力很完美 要不就是一本偏年题 某一年 某一日 某一日发生了个啥事情 意思就记下来了 它主要是 实际上就是它是一种全面的一种描述 这一种体力 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特点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点 所以你比如说看我们这个史记 史记的话 本纪它是一个传续的提官 它以王朝更替为线索 用边缘的方法记录历史大事 释迦继续合诗席 例卷记载广廊 士大夫 还有一帮平民的活动 表 它决定是表具处征复杂的历史事实 表序历史发展的重大的线索 是联系继绢的一个桥梁 虚物 分政治经济天文地理 啥就是制度 它虚描述这个语言格 但是呢 它这个里面就有非常复杂的一些联系 这些联系你一眼看不清楚 你看中国的历史 它不像我们现在一看就是这个首尾很清楚 你看不清楚的 你比如汉高级的刘邦的本纪 对仆祖刘邦打天侠的正要的架像都有涉及 而这些人物的详细的获得 你不行要看他们的本传 更要看相关人物的传记 乃至绝门的典状制度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看中国的历史区 没有一种很简单的因果联系 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因果联系 都在这历史区之间都有包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有一位华正师范大学搞着一个文献学的一位学者 已经过世了 叫张熊辉先生 曾经指出 古代的历史书记特别是有一首显成的作品 在组织材料时有着预定的利益 对于材料与份安排都更加合理 更重要是会了多方考虑的 尽管是一部归格庞大的书 以必能体现出偏与偏之间的错证离合 彼此关联的精神 我觉得它这个特点 归答的是比较的紧缺的 但是中国的古代的史学 也不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它也是曾经希望 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要考证得更加清楚一点 现实要更加的明朗一点 遇到后面 中国历史学以非常正式的历史 活动进行丰奔逼乐的条理 力求奎纳基层最重要的联系 并且破去这种科学的考证意识 这是它的一个趋势 但是它没有 无论如何它没有到我们现在这种 和一场简介明背的这种因果联系 但是我们这种因果联系 往往已把很多的真正的联系 也有可能把它排除在联系之外 第三个它强调历史学家的品质修养 技能训练 强调历史学的精识功能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学的第三个特业 这主要对这个历史学的这种 基本的技能的训练 中国古代是非常强调的 撒基斯非常强调这一点 这在刘子吉就讲到 你如果要当一个历史学家 撒基斯他说应该有史财 史学 史事 三个要素 这个所谓的史财 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表现能力 你有没有史财 主要是你能分不分清楚 哪一些是历史事实 你能不能就是很清楚地看到 这是历史事实 这个史学是什么呢 是史历史学家对居住体力和方法的研究和体会 对以前的极卷体 对偏年体 对基斯本部体 还有各种各样的体材 你是不是真正地把它的精华都已经理解清楚了 你知道这个体材它有什么长区有什么坏区 在你的居住证件是不是能够把它充分地利用好 这就是史学 当时说的史学 还有一个是史识 史识就是历史学家的见识 就是你的这个历史的胖诞 你的这种哲学的瞳察 这种瞳察力很关键 要求这个史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圣代的真根 在南齐区莫洛区曾经讲到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应该有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敏密的瞳察 有的复杂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表现能力 有的历史学的体力和方法的生育的了解 到清代的张学成 在文史腾医政间又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词 叫史德 他说 又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一定要对天文之极又非常深刻的思考 对历史事实 要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的面部去表书 你不能加进去你自己的一些想象 一些脱离 一定要按照历史事实的客观的面貌 你可能不能够做到 把所有的历史真实 真实地把它表达出来 但是你如果有这么一种很好的新术 那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品德 张学成讲的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看到历史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我们不能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根柱 更不能把它当作是过人的一种根柱 你更不能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数册的一种低级趣味 这在这边都都批评过 这就是他在这个实力证件的要求是很高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学 他强调历史学的精神功能 他就是要自治 历史学就是这个文化证件的一个部分 顾炎武就能够明确地指出 中国历史学的真正的精神就是明道 也就是从历史经验的整级证件 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些歧视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反对将历史经验较调化 在历史经验的即将问题上 也有很深刻的一些讨论 我这里要提一下王福之 王福之就是斗这个司马光的《资质成见》 就写了一本《赌贱论》 对这个资质和《赌贱》两个词 它进行了一个自己的一些诚心的思考 它是我们研究历史 不仅仅是描述历史 主要是为我们要治理好国家 实际是要我们更好的在历史增加 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得到一些启示 这是王福之的看法 但是历史经经不可较调化 在历史上面曾经成功的经验 你到现在可能就不能够饱来救应 历史上有些人成功了 你现在拿过来你肯定是不行的 历史上失败了的东西 到现在不见得它会有失败 所以这个即将历史经经 关键就是要继合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思索古人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中间 它包含哪些总理性的颗粒 应该说是这个思考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 它就是有这么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这个三个特点是不是 均确地符合中国的历史学的实质 还需要我们同学们进行深入的一些思考 第三个就是接受一下中国史学的现代的转化 中国史学像现代的新史学的这种卷法 一般都认为鸦片阵阵 但是我刚才讲了 有一些先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 真正的卷法复旧变化 复旧变化以后是中国的历史学 真正开始向现代的新史学开始过渡 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经学的这一种 居易地传为地位的动摇 这个凑成了中国传统修学体系的一个变化 历史学一直一直发生一个变化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间 各种各样的修学 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自称它就是经学 但是这个经学在经现代 特别是在近代 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是对这个经学 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有一些真正的一些思考 这个是要以经文经学 古文经学这个矛盾倒认 它就是进行了一个曲折的一种反应 后面到邝有为 写了两本书 一本书叫做新学伪经考 第二本书叫做坑子改字考 新学伪经考是什么呢 就是讲新学就是王莽时期的经学 这个经学主要是流向流行夫子 所提出来的一种学问 按照邝有为的理解 他认为这个流向和流行 他们的政治思想就不对头 实在就是跟了一个王莽 然后就是为了要王莽 要颤读这个汉代的政权 就把这个整个的经学体系 进行了一种改变 就提出了一个叫古文经学 但是根据邝有为的理解 自成流行提出这么一种新的学问以后 中国的经学就已经离开了坑子的 基本的精神 所以新学它就是伪经 这伪经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西汉开始 意识到它这个时期 我们关于经学的本质的了解是错误的 已经在王权一种错误的精神指导下 而年纪到学续 这当然是一个王权 指的已经很奇怪的一种观点 但是当时可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然后第二本书它就要解决 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学精神呢 它写了一本书叫《啃子改字考》 《啃子改字考》实际上就是 啃子的经学的真正的精神 它就是改字 啃子它就是教语 啃子就是救世语 它就相当于阴收 它就是一个 啃子创造的这个六经 六经它都是它自己的一种创造 它就像阴收 说出来的道理一样 所以啃子它就是一个救世语 很多人称 学术上不能理解它的观点 但是又对它抱有等轻 那个光学皇帝的师傅 灯河不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吗 他说这个人啊 这个人这样下去 这学术是搞错了 但是它的举光愿望是好的 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学术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那就是中国的学术 一定要首先把具体意识一定要暴露出来 就是这个学术就是阐述我们这个时代 关于这个时代的理解的一种表现方式 这个就当然对我们的中国的历史学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征了 第二个年后翻译天眼论 实际上就是这个贺旭黎的这个天眼论 实际上就是它实际上是大卫文的进化论的一个 在社会学上的一个应应 他翻译这个东西 翻译这个东西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天眼论实际上是讲智能之道的 智能界就是这个物竞天车四者生成了 而中国古代是最强调天人之间要有关系的 现在这个天道不是我们以前讲的金木水河头 也不是天不变 道义不变 不是那种情况了 现在是物竞天车四者生成了 你这个轮内应该怎么去办呢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凑瞪 所以这样一来 加上我们这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危机关头 所以到二十世纪初年 诸能在学学者中间提出来的一个革命 就是首先历史学要革命 梁奇超提出来 他说为什么要革命呢 因为历史学是学问中间最不大 最关系的一个问题 最关键了 他是国民的民进 一个国家的人民要看清走世纪 离不开历史 爱国性的源泉 一个国家的老百姓 他的能民要认爱这个国家 他使这个历史是源泉 澳洲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化大 另一个之所以日经文明 死血之根聚集帮演 看西方 看澳洲 它都是历史学很发达 所以历史学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学 有这个历史学 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我们的百姓就能进化 就提出这个 所以这个历史学就成了一个中国学学中间的一个前缘争地了 但是一围过头来看 传统史学不能适应这个要求 梁启超 赶紧选中国史序论 选新史学 1901年 1902年 在这个时候就猛烈地抨击 传统史学 它的价值观念 它的表现手段 然后张太炎 在这个时期一提出来 历史学 一遥有变化 而且提出来历史学 一遥有 秩序上的思考 一时间 关于新史学的高想 十几比乎 这个时候是一个浪潮 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很多新的历史教科书 甚至是很多的历史的探索 很多的历史的体力 都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在20世纪的初年的新史学思潮 它提出来 这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新的历史学 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史学 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第一个它要求 对自伦历史与伦络历史的关系 要进行新的思考 这个时候就不能像以前了 撒基斯我们还都要有进行 更高的一种思考 对我们自伦历史和伦络历史 特别是对伦络历史 它会到哪里去 要提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观察 再第二个它要求 都曾以君举为真心 卷编为 以国民为本位 这批评的很多了 那就是这个梁启超 说这个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历史 一正见看不去 人民的历史 当然我们的古代的历史 它是以帝王为真心的 但是并不见得 那个老卫性的历史没有反应 但这个啥啥是这个历史 都是为了皇帝看的 他为了要皇帝怎么当皇帝看的 为了帝王怎么样梗固他的城市看的 现在不是 现在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的老卫性 怎么样成为一个进化的民族 成为一个理性的民族 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民族 要提根参考 这个他做不到 要必须改造 第三个就是他的理论和方法上 他必须要更高的修许自觉 这是这个王国为 在这个时候也提出来 1905年 他就提出来这个 他说我一围过头来一看 中国的历史学 中国的其他的修许 你不能不说他不行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跟这个西方的这些修许一相比较 他既没有很严密的理论 没有很严密的这个理论 你需要要去反复的思考 你根本没有很好的方法论的陈述 跟他们一相比的话 有很大的差距 跟没有学习自觉 这个学习还没有达到一种自我反思的一种高度 这是他的一个判断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求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上 你必须要有学习自觉 这是他的一个变化 在这个变化之间 我觉得他即使珍惜文化 不顿交流 能不能思演进一步开口的技巧 另一方面 他跟古代的历史学又有联系 古代历史学的旧天人之际同古今之病的求术精神 还有他的精神意识 还有他的一些方法 都在这个史学的革命中间堆到了花样 就是在史学革命爆发以后不久 张太炎 梁启超 都很早就意识到 中国历史学要产生一种新的历史形态 一种历史学的形态不容易 他们认为就是 现在的所有的西方的学习 跟中国的全程的学习要结合 这看来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中国的全程历史学 也不能简单的去否定 他们很快大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期 世界上就意识到 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西方的学习 再一个怎么样去观察 中国全程史学的生命力 再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期 中国的历史学就展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坑间 我感觉它就是在20世纪 20年代到40年代 确实是中国历史学一个非常 又是一个高分 而产生了很多的理论 很多的题材 很多的思考 为了这个新史学 到底如何吸收西方 学习观念或学习方法 到底应该如何估价古代历史学的传统 新史学的队伍产生了一些变化 能好几次产生了分歧 主要具现了文化首称史学 自由举你史学 马克思举你史学 三种典型的新史学的流派 这三种史学的流派 都是对中国的传统的史学 怎么样过得到新史学 怎么样去看待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 怎么样去吸收西方史学的长处 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时代 过程起历史学和时代的关系 在这方面他产生了三种典型的流派 第一个文化首称史学派 这里有很多的传物 所以我们简单的提示一下 就是王国为和陈寅雀 王国为是1871年到1927年 这个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传物 但是他思想上又是一个 对中国的传统 又非常的迷恋的一个传物 他既能看到中国传统的不足 但是他又能够看到传统的经济 有一些生命力 因为他比较早的印架古文去研究历史 发现架古文以后 然后他通过架古文的这些历史 完原商代的历史 证明史记 所记载的商代的先王先根 都是有史诗依据的 然后再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银族制度论》 银族制度论 你看银族制度论 他讲这个商代和周代有什么不一样呢 商代和周代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确信了周文王 周跟蛋 周跟蛋发现 实在就是创造了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的话 它是一种道德的制度 它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 就是这个银族制度论 它的核心 所以这个王国为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故事里边 论腾 中国的学习必须要是新的 居精之士 说是 如果能够把中国的学习 带到一个高度的 居的不是一个完全保守的人物 他这是他的 他说而且提起来 他说没有一个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了解新学 你能了解真学 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只了解着真学 你又不了解新学 那你已不行 真学离不开新学 新学离不开真学 他这是他的观点 但是他同时对这个中国的文化 又有一种情结 这就是文化的 这个史学的这个首成派 更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陈延确先生 陈延确先生是1890年到1969年 早年在英国留学 在美国留学 换免到德国 他跟王国为一起到清华 原去党脑国序院的导师 王国为死的时候 把他的遗书交给两个人 要去处理 一个就是陈延确 另外一个是我们陕西的 近阳的无力 那么这两个人能理解他 在王国为死了以后 这个陈延确编门跟王国为 嫌了一个晚时 这词里面确实对王国为 有很高的评价 他是真正了解王国为的 这个画面的心情 也是跟王国为一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人他以坚决地认为 历史学必须要变化 应该是一种新的一种历史学 但是这种历史学 它具得不是一种像吉他的 学者所讲的完全的一种科学的 一种纯粹科学的一种东西 中国的这个文化增加 有很多生命性的东西 生命性的东西 它不能够以科学去解释 然后他花了很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这个历史 对不起来的就是 这个历史必须要绝求道理 你看他基本说吧 他就是一个是 谁堂制都原原理论稿 唐代政治是虚论稿 原本是前证稿 在这些居住证件就是 就是显示出一个 历史它是要讲道理的 讲规则的 讲这个未经南北朝时期 民族矛盾于此复杂 社会阶层通透于此的激励 但是在证件证明道理 它是历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动力 是它就是讲这种原证这个能物 是它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活 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复杂的人生的这种变迁 但是既是一个道理 整个的文化的精神 要在历史之间要有所体现 到晚年上慕斯明 但是他写了一个柳玉士笔卷 而柳玉士是一个什么人呢 柳玉士是在明清之际 是它就是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是这个社会上 一个比较第一层次的一个女性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在社会之间的第一层 在民族矛盾于此监狱的时候 但是她还有爱国之心 她一直鼓动千千亿 要反清复明 在陈寅雀的眼中间 就是如果这个社会 我们的这个社会 如果大家都变成了柳玉士 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呢 认为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她说穆斯明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这个文化的 这个史学的这个组成派 思想上并不保守 对西方人比较了解 以举张历史学 应该有一种新的形态 以积极地印西方的 学习的理论和方法 去研究中国的历史 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就是中国的历史的精深 是我们中国的现实学 它的安神利命之本 这个东西不能动摇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判断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历史学派 最主要是胡适先生和胡适年先生 他们为代表 这些先生 胡适是1891年到1962年 胡适年先生是1896年到1950年 这就是他们就举张 另外一种历史学 他们主要强调的是 这个中国的历史学 要向新的形态发展 但是他的根本的标准 就是科学 科学的历史学 民主的历史学 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关键的标准 按照胡适的办法 应该是按照思政举业的办法 去研究这个整个的历史学 胡适年讲 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历史学哪有那么多的理论 历史学就是我们 历史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客观对象 它就是在这个客观的事实 记录出来以后 历史它是人就会表现出 一种我们的一种参考 所以这是他们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判断 比较矩正 因西方的思政举业的 自学和逻辑方法 举张在西方学术精神 和方法的前提下 成形的估价 历史学的一个圈套 然后是我们的历史 学表现出一种新的 一种形态 第三种形态 马克思军业的史学的形态 这个主要是 郭穆罗先生和豪拜罗先生 等外代表的 一些马克思军业历史学家 他们的历史的一种观察 郭穆罗先生身后的时代 1892年到1978年 豪拜罗先生是1903年到1987年 郭穆罗先生 他是最早的把 马克思军业的维吾斯光 跟中国的历史 激合起来的一位学者 这就是他早年 在参加个大革命 后面大革命失败以后 到日本 到日本以后学了 很多日本能翻译的 这个马克思军业的 史学名剧 然后因这个 任何克思的 这个家庭石油制 和国家的这个起源 去研究中国 当时的文明的起源 后面写了一本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所以这本书 是中国马克思军业的 一个电器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最早的就是把 中国有奴隶社会 中国有原始社会 中国肯定会有横见社会 中国也必然有 日本军业社会 一定会向更长军业社会发展 就远这个马克思军业的 这种唯物时光 要去行这个 但是他首先 做出来的一个榜样 就是把文明起源 就是把原始社会 怎么到奴隶社会 这个时期 他做了很深的研究 既年纪了这个时候的 社会的变迁 又年纪了这个时候的 思想的变化 而郝外卢先生 他就是1903年 在山西的学生的 这位郝外卢先生 他在20年代的时候 就留学法国 在反过自立于资本论的翻译 佛老先行为国万苦 翻译了一个资本论 三军都翻译去了 但是正式是缺帮了第一卷 他通过这个资本论的 声誉的研究 真正的了解了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去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 他对出来的计论 跟郭沐鲁先生 既同又不同 同的话就是 中国的历史 肯定会有 不同的发展形态 但是他走这个 中国的历史 发展这个形态的时候 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我们跟克思讲 家庭是有制和国家 是文明起源的三个特点 郝外卢认为 中国社会 他有这个 但是他不是 他是家族 他是更幼稚 他是 城乡之笔 这是这个 中国文明起源的 三个主要的特点 跟这个郭沐鲁先生不一样 马克思军纪的历史学 他们在提出一个 什么样的观察呢 就是认为这个历史发展的 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 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动力 它是主要是 以经济形态为主的 社会生产生活的运动 这是他的关键 这就是不是 那个文化所持 所坚持的 中国文化的那种 生命 新性 或者是道德 这就是这种东西 也不是这个自由决定 所强调的 科学精神 或者是民主意识 而是这个 社会之间的物质生产 生活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运动 它是历史发展的 一个种种的动力 它就是我们这个历史 主要是要描续 能与智能历史的关系 能与社会的历史的关系 能与思想的 这种历史的 这种运动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历史的 一种面貌 这个代表度 对中国历史学的 另外的一种观察 所以这是这个 三个的历史学的形态 这三种历史学态 对故事所提出的 关于新史学理论 和方法的过程设想 它们都有事件 而且都取得了 很丰富的理论成果 都解决了 中国历史上的 很大的问题 这些人并不是 光有一种理论 光有一种方法 而是用他们的理论 和方法 去观察 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 都能解决 中国历史上 很多复杂的现象 提出很多的历史的政策 一个学派就是 既要有理论 又要方法 更关键的就是 你必须要产生 正要的理论成果才行 而他们都这样 所以他们是 真正地形成了 中国新史学 一个非常正要的 一个发展的 一个阶段 是中国历史学 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基础 是一个保固的财富 第四个方面 我简单地提示一下 中国史学的 一个未来 简单地说一下 第一条 我觉得 中国的历史学 将会对 中国历史 与世界历史的创造 进行更高层次的 哲学反思 它的这种 哲学诗变的 这种水平 比我们现在更高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发展的趋势 因为大家现在 越来越清楚 这个中国的历史 跟世界历史 它是一个互为 统一的一个总体 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中国已没有办法 完全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 而20世纪 我们主要是在 西方的价值体系之下 去观察 中国的历史 但这个时代 更加需要 和我们 在一个比较平等的 和一个基础之上 讨论 中国历史 和世界历史 它的相互的沟通 这是 同学们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历史的 一个挑战 就是这个时候 一定要反思 面对一个 一个非常 有力前景的 一个世界文明的 一个发展的 一种可能性 我们中国的文明 包括20世纪 到底跟轮内 有什么样的启示 这种启示 在世界的这个历史中间 它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地位 这个需要 我们要去解释 这个我觉得 这是我们历史学的 第一个发展的趋势 第二个 我觉得它的理论 和方法 它还会有更高的自觉 有非常 更高的一种 自我的一种反思 就是我们 到底怎么样去 研究 我们的历史 在理论上 在方法上 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很关心的 世界史的试验 应该说是 越来越广阔了 因为中国这么一个民族 这么一个文化 要在世界吉他的舞台上 要去展示出你的精彩 你光了解一个欧洲行吗 你光了解一个北美行吗 但是我们的老袋里面 又有多少南美的历史呢 又有多少辉州的历史呢 又有多少太平洋 小的那些国家的历史呢 我们这一个国家 你没有办法去生意 你跟人家的历史不了解 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学对话 在这方面进行 要进行一些研究 特别是日益发达的 现代科学技术 它对我们的历史学的变化 肯定会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的这种网络 还有我们的这种数字化技术 恐怕都会在 我们的历史学中间 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一些影响 第三个 历史学 它对这种独立的 社会的批评意识 我认为它还是会 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的 而历史它往往 使我们离现实 稍微要有一点去助理 但是它恰恰 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观察我们轮内的 发展的 以前走过的 道路的一种高度 同时又给我们观察现实 它又提供了一种参照物 使我们在这个现实之中 又能够高于这个历史现实 使我们时刻保持一种 冷静地去看待这个 社会现实的一种批评的 一种角度 这个东西对我们现代社会 尤其重要 好 我们的课节 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